哈哈哈哈 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这位崔大哥家的电视机会这么吓人 凌晨电视自动开机 然后莫名其妙地发出哈哈哈哈的声音 这可把一家人吓得够呛 以至于现在一家人看完电视就必须拔掉电源插头 说到这台奇葩的电视机 崔大哥说 他可不止这一个问题 除了大半夜的哈哈大笑或者嗷嗷叫 每次叫唤的时间都有一个多小时 说着大哥便打开了之前路过的视频给记者看 画面中鸣鸣放着正常的节目 可声音却是嗷嗷的叫唤 吓得客厅里的狗狗都跟着叫唤了 有时候哼哼哼的乐声就嗷嗷叫过来 能长达一个多儿 除了这点 这台电视还会自动调台 自动调整音量大小 反倒是拿着遥控器的人怎么按遥控器都不灵 除此意外电视机还会自动下载游戏还是付费的那种 面对这样的奇葩电视机 崔大哥一家赶紧联系了电视机厂家 对方也没经历过这样诡异的事情 商量之后决定给崔大哥家换一台电视机试试 可他们前脚出了家里大门 后脚新换的电视机又开始接着抽风了 突然间就自动关机了 这样的场面让电视机的售后工作人员也是一头雾水 既然不是电视机的问题 那就一想想的排查 后来排查了电视机的信号 找来了联通公司的工作人员 一开始怀疑是线路可能有影响 他们就把暗线改成了明线 可在楼道里测试的时候是正常的 一把电视机放家里就出现之前的各种问题 在楼道外边室 所有的电视啊什么的在外边室都没问题 但是一拿到这个屋里边 就同样出现这种问题 说来也奇怪 崔大哥家的楼上楼下邻居也都是联通的用户 他们家的电视也都正常的 他们最后也确实排查不出来原因 而且崔大哥家的卧室里的小电视机也是正常的 只是客厅的电视有问题 后来听说可能是家里的客厅受到什么信号的干扰 于是崔大哥切断了家中所有带电设备的信号 可这种情况依然存在 一点减轻的迹象都没有 各种方法都是过了还是没辙 这让崔大哥一家人是十分害怕 这么诡异的事情加上还搞不清楚原因 这才是最让人渗得慌的 视频看到这里小凡想说 最有可能的还是信号干扰的问题 不过咱也不是专业的 我想问问视频前的大家 有没有人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可以帮助到崔大哥一家 否则再这么下去一家人精神上哪能受得了 有答案的可以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 关注我带你看遍大千世界 我们下期再见